来 怎么样 检查完了 大夫说好着呢 反正让我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情 然后那个营养保持均衡 就没问题了 太好了 功臣 那个 下 下回是什么时候 大夫说是十八号 你不用陪我来了 你就该忙忙你的去 我自己来就行了 怎么说话呢这是 什么叫不用陪你来啊 我是谁啊 我必须陪你来 这么好呢 可不说 不说 来 给我拿的 我拿 我拿 拿的 拿的包包 卡要吃 卡要吃 下了包以后我接你 还是他忙 行 还是他吧 你希望咱们这是男孩还是女孩 甭管男孩还是女孩 反正只要你一生就我就高兴 我都喜欢 谁啊 给 垃圾电话 行啊 你走吧 没事 没事 好 那个 到了办公室啊 多喝点水 然后那个 做动作的时候小心点 别撑哥撑头了 尤其是别提重的东西 保护点孩子 行 知道了 你垃圾电话 你怎么那么多垃圾电话呀 到处刘号 孙星姐 姐姐 早就回来了 对对对 我宋孙星 行 那你们聊着吧 我上班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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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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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好 你注意点啊 真羡慕你啊 我老公对你真好 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吧 身体挺好的 我这些天工作实在太忙了 也没时间去看你 以后有什么事呢 咱俩最好电话联系 我有事 怕电话跟你说不清楚 所以我就来了 什么事 前两天我去医院 本来想把这孩子做了 可是医生说 我子宫内膜太薄 如果做了的话 以后就怀不上了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你说 这以后 要怀不上可怎么办呀 不至于吧 能有这么严重啊 是不是太夫吓唬人呢 一开始我也没信 后来我去了好几家医院 都这么说 那你又有什么想法 我想把这孩子生下来 你怎么说反悔就反悔呀 咱不都说好了吗 你说你 你稍微找我 你说你打太没钱 对吧 我向你道歉了 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你了 还把你送回家 还给你钱 让你换新房子 不是 你现在说反悔就反悔 非要把那孩子生下来 你让我怎么办啊 我说句心里话 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肚子里怀的孩子 一定是我的呀 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竟然不相信我 你拿我当家家当什么人了 你以为我是裴久小姐啊 我也是个大学生 那天在KTV 要不是你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 我是不可能跟你走的 大夫跟我说了 如果我拿掉这个孩子的话 以后就再也怀不上了 我不想这一辈子做不了梦吗 我在这儿不认识你一个人 我不找你 我找谁呢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等孩子出生了 我们去做亲子鉴定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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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哭 咱们有话好好说 我跟你说不清楚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你都不相信 我怎么跟你说清楚 是 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太多了 我现在特别特别后悔 我向你道歉 道歉有用吗 道歉能把这儿孩子道歉回去吗 可我也有家呀 我也有老婆呀 而且我们俩感情一直特别好 她现在也怀着孕呢 你叫我怎么办呢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也是怀了你的孩子呀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那天晚上breaking 你今天是在这时候 到底得不认为这个孩子呢 我已经失败了你的孩子 你还没有想过你的孩子呢 你还没有想过你 我还是终于你 尽量满足你行不行 我去求求你了 你凭什么碰到我当妈妈的权利啊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我必须生 家里 你平静跟平静 听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你 你绝对不能生 你想想啊 你现在还年轻 是吧 你得为你将来考虑 你将来怎么办 你这未来怎么办啊 你是在担心我 还是担心你老婆知道啊 当然是担心你了 我当然最好也别影响我家庭 是吧 我的未来不用你担心 你的家庭也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想让这个孩子 邓家家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 你这孩子绝对不能生 这孩子我必须要生 你公司在哪儿我知道 你家在哪儿 我也能打听得到 你家在哪儿 我也能打听得到 你要是不让我生这个孩子 你就别怪我 你就别怪我 这孩子是你的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又无亲无故的 我只能来找你 我找你我也不图其他的 我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在孩子出生之前这段时间里 我不方便找工作 我希望你能照顾我 帮助我的生活 我保证我不会闹 更加不会去影响你的家庭 我只希望 能当个妈妈 当个妈妈 还能识到 我都能提早 可以 我等到你 身份 要有计量 这件事情 对